大家好,我是Rosa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如何保護你的心臟 大家都知道心臟是我們身體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心臟是負責將血液輸送到你的身體每一個細胞 如果要身體健康,一定要保持心臟,保證心臟的健康 令它可以將氧氣和營養不斷運送到你身體每一個部分 接下來我跟大家介紹幾個方法 幾個簡單的方法可以幫助你保持心臟的健康 也減低心臟病的風險 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保持理想的體重 因為體重超標很多時候有發糖尿病 因為血糖和乳血脂都很高 如果當你減重之後 只要減低3-5%的體重 你的心臟病風險即時就會降低 第二件事,食物一定要健康 因為我們說健康的心臟是吃出來的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每天都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心臟就會很健康 如果每天都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當然心臟就會不健康 建議大家吃大量的蔬菜 大量的新鮮蔬菜 肉可以吃一些,但是鹽 或者過量的脂肪就盡少吃了 然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澱粉質不能夠吃太多 澱粉質建議大家吃 提醒你每餐的25%或者以下 然後加工的食物 加工的食物 還有汽水、餅乾、麵包、火腿 這些東西都盡量少吃了 第三點,建議大家必須保持適當的運動 因為現在很多人坐在電腦面前 或者很少動動 我們心臟也是由肌肉組成的 如果運動不夠的話 心臟的肌肉也會衰弱 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每週 每個星期至少5天 每天至少30分鐘 就用中度的有養運動 例如可以快步行 慢跑 游泳、踩單車這些活動 當然你也可以做一些 好像瑜伽、氣功這些運動 也可以幫助你的心臟健康 希望大家也可以遠離煙走 煙盡量割掉它 不要吃 因為吃煙會令到你的血管損傷 會令到你有高血壓 心率不整、發炎和阻塞 所以如果你吃煙的話 就很容易造成 心臟把血噴去其他細胞的時候 發生困難 喝酒也一樣 喝酒也會造成對心臟損傷 所以如果你必須喝酒的話 請你盡量控制飲酒的量 提一提大家 二手煙都對心臟有很大的傷害 所以遠離二手煙 第五點 希望大家確保你有充足的睡眠 也要確保你的睡眠質量 是很高質素的 因為睡眠不足很容易引發高血壓 也會引發心臟病 大家也要留意 大家也要留意 你的口腔衛生 和你的心臟健康 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引發牙根病的細菌 隨時會進入你的血液 當它們進入你的血液 就會造成你的血管發生炎症 而這樣就會引發高血壓 和增加了心臟病 和中風的風險 最後一點就是要盡量控制 你面對的壓力 經常保持心情愉快 因為在現代社會 壓力是無處不在的 希望大家都盡量用一些好的方法 去把壓力控制住 將心情變得很開心 譬如可以找朋友聊聊天 看一些開心的書籍 正面的視頻 或者做一些運動 做一些瑜伽 冥想 或者放鬆心情 做一些深呼吸的運動 我將你的注意力 對準一些正面的思想 負面的思想 就盡量把它放在一邊就好 好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愛護你的心臟 我們的心臟 就是我們一生中 一個至關重要的器官 來的 如果心臟停頓 生命也都完結了 所以好好地對你的心臟 好好地培養一些良好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令到你的心臟更加健康 令到你的生活更加開心 我是Rosa 祝大家愈來愈健康 愈來愈開心 下一次見